那个身为年轻医师 这样帮年轻医师讲下话 就是当我在当总医师的时候 因为我是整型外科的 然后在医院服务嘛 那晚上就有急诊的照会 就说有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被家属带来说 脚就是从下午开始 就一直变得越来越红 越来越重 颜色不一样 颜色完全不一样 那急诊的医师做出部的检查之后 就立刻照会我们整型外科 那我那天值班 我就下去看 那其实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起来就是需要紧急开刀 它是所谓的 就是同一双腿 我们都认为说一个黑衣的白衣 完全看不出来 如果不处理的话 就是需要截肢 那后来我找出原因就是 它的静脉 它的静脉是急性的栓塞 那其实这是非常少见的案例 因为一般来说 它们是动脉急性栓塞 这样的case算是少见 然后我就上网赶快查一些 比较新的治疗方法 因为病人年纪很大 所以我们做了紧急的减压 就是解决这个血循的问题之后 血管还是源头 还是没有处理 那一般比较旧的方法就是说 那就把血管通一通 那开刀之后一起处理 可是病人年纪很大 如果这样的话 它可能会休克 或酸中毒 或是再罐流的症候群 其实会很严重 那所以后来我们查完之后 就跟资深组织医师报 那我们就有讨论了一下 后来就发现有两阶段的做法 我们先让它休克状况都改善 脚先有重新有血液循环 之后再请内科 做就是类似像导管一样的治疗 那二阶段的处理之后 其实这病人最后 算是很难得的案例 后来我们有发表在 就是国际的期刊上 算是蛮强行的 对 可能有人一辈子当这个医师 也没看过这样的 对 其实真的 我们科内 就是我的医院的科内的 组织医师们 之前从来没有遇过 类似的痛苦 对啊 你看 比起 再基本上是比起男生来说的话 我一个急症女医师 是算细心的 但是我也是会踢到铁板 像有一次就有一个年轻的女生来 那二十出头 她就说她经痛 而且量很多 那我一看就 她真的倒汗倒得很厉害 她说她也常常经痛 那上次的月经 也差不多今天这个时候 这样 就这差不多 那我就跟护理师说 那先给她打止痛 先给她上点滴 因为那时候太忙了 我就直接抠妇产科 帮她处理经痛跟经血量很多的问题 结果后来复产科打电话来骂人 所以体育师我很信任你 她现在在流产 所以她那个 她是因为流产子宫缩缩 所以很痛 然后她因为流产出血量太大 所以她的月经量很大 她其实是在流产 所以真的是踢到铁板 所以对啊 我平常常常在急症 会抓到很多怀孕的 就我一个 唯一一个没有厌孕的 她居然就是怀孕的病人 那还有一次的话 是有一个年轻的男生来 她一来就很乱 大家都听得到她 因为她 她一直说 把那个身上的虫给我 推开推开这样 她觉得她身上爬满了虫 墙壁天花板 都是蛇很可怕这样 然后她眼睛无神 瞳孔的反射不正常 血压很高 心跳很快 然后身上 她很瘦很干 然后身上很多那种伤口 看起来很久都没有愈合好之外 这边有针口 这边有针口 对 一猜就是 应该是戒断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带着那个 小实习师 我就说 这个应该是戒断 我们先给她打镇定剂 就是一般的戒断的处理方法 然后我们来验小便 然后想 那大家都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没有问题 结果小医师就 他们小医师通常都会拿出一本 他们口袋都会一本圣经 急诊圣经 来到急诊就急诊圣经 外科就外科圣经这样 他就翻翻圣经说 老师我觉得 他这个症状 好像我也要考虑 甲状腺的问题什么的 我想说 我都已经 我们不是都已经 正解决了吗 对 他就想说 好吧 那就为了你验吧 验出来没有问题的话 也是一个学习这样子 就一验出来 它真的是甲状腺 激人抗净 而且它是 甲状腺风暴 那如果说 安非他命阶段的话 我只要治疗好 OK 死亡率很低的 可是这个 甲状腺风暴 我如果没有知道 它是这个问题 它可以再用 安非他命 这个部分去住院 然后就死在 所以这个病人 后来就直接转到 加护病房 那是这个年轻的小医师 救了这个病人一路 对 你看今天医师 都在赞美年轻医师 对 对啊 都救了 怎么回事 是啊 好 接下来看看这个 好 医师经验多 救了自己也救了病人 是 我们常常会遇到 有一个肚子痛的那种情形 其实很多病人 他常常会在 消化门诊主术就是 自己就 自己讲自己是胃痛 这样子嘛 那有一次 病人一来也是主述说 他是胃痛 然后他觉得他胃痛得 很不舒服这样子 那他今天来找我是说 他本来没有消化科的门诊 所以他挂个外科这样 那他因为他以前就有胃溃疡 也陆陆续续就常常 一下子跑急诊 一下子跑门诊 那他说你就帮我打胃药就好 那个病人我觉得他怪怪的 然后但是他说坚持说 说要打胃药 我说 不行 我还是要帮你抽回血检查 那要准备要帮他抽血之前呢 他又跟我讲说 他有在觉得行行 就有点要发烧这样 一两个有点发烧 那一般 硬帮他拍一个检查 结果他的胆是正常人的五倍大 还是要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胃跟胆道的神经 其实是同一条 所以即便我自己是医生 我的上腹痛 我每次在上腹痛 到底是胆在痛 还是胃在痛 其实是分不出来的 是真的分不出来 因为根本就同一条神经 怎么会分得出来 所以那时候就后来帮他抽血 白血球直接到两万多 我说不行 你要直接手术 一开进去那个胆是所谓的 坏趋性的胆囊 那个在以前抗生素 还没像现在这么进步的时候 致死率很高 他也因为腹腔腺这样弄一弄 结果他这么严重的病 其实手术后两天就出院了 程医师刚刚讲的 我都心脏扑扑掉 我都有啊 那问题我都有啊 是喔 很像 其实说一句实话 我大概十年前 我经常就有一阵子就会肚子痛 肚子痛 那可能认为干嘛 就是排便没排干净嘛 就排便嘛 但我也想说 这应该是肠胃的关系嘛 就去大医院 听清楚 大医院门诊 大医院门诊医师有多少病人 他一定要看六十个对不对 一看 然后来抽血 检查 好 来 肠胃药给你吃 当天就好了对不对 好 再来过一阵子 又来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那种痛法是 突然是很迅速的那种痛 甚至有点脚痛 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是认为说 你吃坏东西了 或是压力太大 然后计量再开高一点 肠胃药 当天又好了 好 那这样再过了一阵子呢 突然有一天 半夜 那时候我痛到是怎么样 是 不能站 不能坐 不能撤躺 也不能蹲 119以前还没有 打个电话 1分50秒 最慢 救护车就到你家门口 对不对 十年前服务还没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还没那个姿势的时候 我老婆173公分 女巨人把我扛起来 像拎起来这样 把我这样子 从楼上这样坐电梯下去 然后送上计程车进去 那个画面像清潜队员在考试 对 很像喔 我现在讲的这个 回忆起来我记忆还很清楚 后来到了医院了 半夜三点急诊 是 我一想急诊 完了 急诊都是什么医生你知道 不好意思 各位医生 急诊 急诊不一定是经验不够的医生 但他可能不是这一科门的医生 对不对 就有点担心了 就一坐下来 你怎么了 然后看一下 30秒之间他就说 我说 医生 你什么都还没有看 你还没有给我抽血 照X光什么 我告诉你 你这个就是肾结石的症状 可是你之前都没做过健康检查 我都有做 可是我健康检查已经做出 我知道我有胆结石了 是喔 你怎么又多讲一个 好 肾结石 胆结石 我通有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不是这一科的专科医师 他说你的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那真的经验丰富了 为什么我前面医生没有看出来呢 他说你现在除了打点滴之外 我马上帮你安排下礼拜 住院 然后放心 不要怕 我们现在 来帮你把这个石头给震碎 非侵入性的 我就似懂非懂 然后这都通做完了 他说好 X光检验报告出来 你会经常这样痛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你都混淆了 你有 极大量的宿便 在你的腹腔之内 你以前那样子都是因为你的宿便 那种疼痛的方法 你搞混了 你以为那个是肠胃炎 不是 那是你的宿便加上你的肾结石 才会这么痛 我说我每天都有排便啊 你一天排一次 对你这样的人来讲是不够的 因为你很少喝水 你怎么都知道 他说你当然都知道啊 对啊 一看就知道你很少喝水啊 所以他说不太要喝水 而且你以后 现在好 我每天吃那个 一个拳头大的那个蔬菜 蔬菜跟水果 一定要吃到一个拳头大 现在胃都好 你看看现在 我的这个气色 面穿是不是越来越好呢 所以说这就是 不是专科医师 但是老医师的经验还是很丰富 那你胆结石的问题 胆结石的问题 现在就是等待 等到你痛的时候 只有一条路 就是哥 那你现在就跟他和平共处 不要吃油的 不要吃炸的 多运动什么 你医生老生常谈 它爆发的时候 你会痛到爬不起来 你赶快到医院来找我 就这样 那请问一下 胆跟肾哪个痛起来比较痛 都很痛 都很痛的位置 可是我觉得在急诊来看是 肾结石的 跑到急诊的时候会 骂髒话的机会比较多 对... 肾结石不是那种脚痛 它是让你 让你没有一个姿势是舒服的 对... 床作战 就只有这个... 所以通常都在走到垂墙啊 对啊 对 或者怎样正常 那胆结石的还可以坐在旁边 然后就这样闷闷的 胆还可以 肾结石的病人就是不行 就怎么样都不对 而且他会看到垂墙的 我就说 肾结石 我看起来就很惊艳老道 不是 心理你踩到我的脚 但是在这边 我看起来就很惊艳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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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就很惊艳老道